喂喂喂,大家好,一直以来我这个人从微博的时代开始 我就揪着土工中国的大飞机C1919这个事情就跟五毛干上了 一干就是这么多年,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不跟我干了 因为我已经彻底的从中国的互联网的世界消失了 我有的时候偶尔还去搜索一下微博上面有多少我的词条 过去一搜全是,现在真的干干净净,白茫茫,世界真干净 已经没有几条属于我有关的信息了 以前跟五毛围绕C1919大飞机吵架的段子 当时满往都是,当时他们后台有个新浪的 有一个管帖子的人告诉我的 有五万多个五毛在我的微博下面跟我骂架 是不是,因为大飞机C1919是他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脸面 是不是,我过去在微博搞这些事情呢 有两件事情我是成为直接被网信办盯住的所谓的头号人物 真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飞机的有关的争论 第二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这个雾霾,就是雾霾这个东西 然后这两件事情呢,我是说了实话了 我其实是凭我的一个直觉判断力 我也没什么太多的证据 因为我不可能去调查大飞机 我也不可能去调查雾霾 我就凭我的直觉,凭我的常识 我就把这个东西就给这两个丑陋的谎言就给撕穿了 就有点像这个什么,一个小孩子他也没权力 是不是,他也没有本事,他也没有能力 但是他有常识啊,皇帝没穿裤子啊 牙签怒在外面呢 所有人大人都看见了都不说话 那小孩说,呀皇帝叔叔他没穿裤子啊 他的牙签好短呢 是不是,我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有的是我们呢 看中国的事情,你真不需要什么知识 真不需要什么文化 你有点尝试 然后呢加上有点勇气就行了 就行了,绝对就可以干翻共产党 是吧,你现在去国内搜索 关于这个飞机虽久久的事情 现在在这个知,现在在什么 在那个知,知否吧 是知否,那个地方呢 还有一点点啊 其他的地方完全我是没任何消息了 那当时我就说了啊 大飞机,飞机这个东西啊 它是个非常成型的产品 是不是,人家波音飞机 人家的这个空中客车 那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世界上有些非常稳定的产品 你不要去创新它,你搞不定它们的 你还不是老老实是进口 老老实是跟着人家学就行了 一个是飞机,一个是汽车 你说是不是,你说你造汽车 你能造到丰田吗 你造不过啊 人家的丰田,人家的丰田的卡诺纳 是不是 一车传三代 极其有保障 根本就没什么故障 一车传三代啊 爷爷开,儿子开,儿子开,儿子开,孙子开 没问题 完蛋以后你还非得我要自主创新 要搞一个汽车 你不是有毛病吗 飞机也是一样的 我就这么点尝试 所以所谓的国产大飞机 你一听它娘的就是个谎言 是不是 今天终于听到好消息了 说空客飞机,大飞机 C919停摆了 是不是 说现在的高科技产品都是各个国家 各个市场合作的产物 尤其是没有核心技术的这个中国 想要独自完成大飞机 国产大飞机 那是不可能的 那个话说得很好 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刚刚试飞了一个月的C919 连续出现各种的安全故障情况 然后呢就正式宣布停飞了 然后呢 西包子呢 就听到这个消息了 为什么他听 他以前都听不到的 以前这些个消息 根本就不告诉给他 他现在人在北戴河养病了 很多个消息突然就变得真实起来了 很多人就把这个消息的 他身边的人就告诉给他 他说我们的大飞机 完全停飞了 不行了 包子一听就火冒三丈 一怒之下就把这个所谓的 中国商飞公司 是个大型的国有企业 商业飞行公司 不是商业飞机制造公司 把这个党委书记和这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 压给抓了 说这个党委书记抓了进去 没两天 挂了就死了 自杀了 你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41919的重要成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 副校长都被中纪委带走了 我跟你说 包子就下命令了 你不是丢人吗 不是出丑吗 是不是 搞这些事情干嘛呢 所以我为什么 我有的时候说话 他们就不爱听 我跟你 我再说别 你在中国你要批评共产党的 你根本不需要太多的文化 你不需要太多的知识 是不是 你任何时候你都要记住 用常识说话 是最有力量的 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个低端名利场 就是个水平很低的地方 你要那么多知识干嘛 你要有常识 加上一点勇气 你足够了 你说是不是 飞机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能原创呢 你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你要原创 早就原创了 怎么可能突然你要吹牛逼说 国产搭飞机呢 还有这个雾霾的问题 北京啊 整个华北东北啊 全中国都闹雾霾 哎呦 哪个空气中弥漫的 一种烧焦的味道 灰尘的脏死了 因为我 我当时是在北京 我学了一点经济学 我有个跟 有些体制内的一些 低级别的官员 一个处长什么的 一个副局长什么的 有点聊天 我就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温教宝搞的时候 他一口气啊 他批了多少 批了这个3000家 在东北 在河北 在山西 在内蒙 就围绕北京周边的 这些个地方 批了3000家钢铁厂 然后大量的 成批的 高格猛进的 日业加班的生产粗钢 然后出口 出口到全世界 中国的钢产量 一天的这个钢产量 是过去的 一九五几年的 一年的还不止 所以中国国际这些年 生产的这个粗钢 赚了大量的钱 低端名利厂的钱 都是粗钢 什么叫粗钢呢 就是没有经过金加工的 所以什么越南 菲律宾 韩国呀 包括日本都干这样的生意 就是从中国进口粗钢 然后那以后 在他们的国家 稍微加工一下 完了变成金刚 然后就出口到美国 出口到欧洲 出口到澳大利亚 所以澳大利亚是转种的 澳大利亚为什么转种呢 是因为中国要生产钢铁 它没有铁筐石 铁筐石是从澳大利亚 完全进口的 从澳大利亚进口 完了以后 然后又从澳大利亚进口煤 然后在中国烧 然后中国生产钢 然后又出口到澳大利亚钢铁 出口到美国 你说他们这些西方的人 他不是转种的吗 他就这么一个原因 你想想三千家钢厂 天天二夜二十四小时 不停烧炉子烧煤 那和整个华北 它能好吗空气 就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我为什么 我特别特别特别讨厌 柴晋这种人 出了一个电视片 在那裏装的一副 优过优美的样子 他根本就不敢说实话 根本就不敢说 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超发货币 美国出现经济危机 中国要跟 完了以后 当时又超发了四万亿人民币 其实不止四万亿 应该是四十万亿 这么多钱 你干嘛呢 一部分是扭入房地产 炒房子 从2009年开始 中国的房价突飞猛进 我那个时候就是 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的经济学知识 还不支撑我思考这些问题 我说后来过那两年 我就明白 但是我那时候已经迟了 为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有钱的呀 其实我那时候应该买几套房子 多买两套 买个三四套 我都有钱的 带点款什么的 但是我那时候 我们经济学知识不行了 是不是 是错失了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一部分钱 它是流到房地产市场 房价崩 一部分的是流入到 这个钢铁生产领域 导致北京 无以复加的 人类罕见的雾霾天气 一个是房价高涨 一个是雾霾涨上天 都是高涨 这都是谁干的呀 都是温家宝干的 所以你不能说啊 你捅了它的这个命门 打了它的七寸 因为它要经济 它要数据 它要出口 它要赚美元 它为了赚美元 为了出口 为了经济数据 你牺牲几个老百姓 牺牲一两代人的身体健康 它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跟你说 特别有意思 所以一说起这个事情 我的记忆也就恢复了 有些事情 就是人要学点知识 学点知识 有的时候是为了赚钱 比如说当时2009年的时候 如果我那时候懂货币经济学的道理 我如果读过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 席乐的货币的这个房地产 经济的分析模型 我如果读过的话 我那个时候肯定我就下手买房子了 我买它三道房子 一道房子花50万块钱 首付带三个房子 我再过几年过个五六年 我再一卖 我他妈现在 这是我根本也不需要做优管了 我赚总了 我至少要赚5000万 我跟你说 可惜了 知识有时候真的是改变命运 这是真的 因为知识它是个工具 至少能让你有钱花花 所以雾霾这个事情也是 我们这些人就是 如果我早知道 这个什么温家宝搞这个雾霾 就是钢铁厂的话 我早就离开中国了 当时还舍不得走啊 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在说 哎呀为什么会有雾霾呀 要找到原因呢 这个发改委国务院开会 那个时候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开会 分析为什么有雾霾 要找到原因 还说日本当年也有雾霾 洛杉矶当年也有雾霾 我操 所有的雾霾都是工业污染 我跟你说 没有一个是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其实你想想吧 人这个地球啊 这个山川河流 它是非常的干净的 天空是干净的 海水是干净的 河水是干净的 有的地方为什么不干净 空气为什么不干净 水为什么不干净 是因为人他妈的不干净 所以我就想想奥古斯丁老师说的话 任何时候你不要去批评事物 任何时候呢 你要去批评人 人不干净 什么天地都变色 空气都不干净 就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你早懂这个道理的话 我就早点出中国了 那我就是后来 我那是我的鼻炎呢 那就真的厉害呀 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于鼻炎 你看我现在在自由世界 在干净的地方生活了这么 其实没多长时间 五六年的时间 哎呦 我现在真是鼻炎消逝了 是不是 我前一段时间 我又做了一个肺部的检查 干净如新呢 真的 所以有的知识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工具 知识不能改变你的灵魂 知识不能改变你的观念 但是你一定要技术 知识能改变你的生活 是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空中客车 不是空中客车 土工的919的大飞机 它是个丑闻嘛 从上到下都骗习包子 而习包子又是个宠户 整个中国就是个谎言 你这会出事了吧 停飞了吧 又把这些人给抓了 最终你的错误还没有找到 下一个错误又在准备上场 为什么 问题出在哪里呢 所以国家也是一样 你也是一样 我也是一样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你的常识 常识不稳定 出在你的没有勇气 如果有一个人对习包子说 哎呀 习主席啊 这个大飞机这个事情呢 我看就算了啊 不要搞了 为什么 这不现实 是不是 这不符合常识 为什么一定要国产呢 我进口就行了嘛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那个空军一号 你那个出访的飞机 你能坐C919吗 你不敢坐嘛 是不是 你干嘛 一定要相信他们能搞出来 那帮孙子都是打着你习主席的名义 在那里贪污 在那里搞钱啊 最后就赚你的钱 他们根本不会是深层搭飞机 你给他拨十万亿 是不是 他估计有九万九千亿 都赚到他们口袋里去了 用一千万块钱给你坐飞机 你能信吗 谢谢